去年馬前總統第一次登陸記組 跟今年臺灣在大選之後再次的登陸 希望能夠對當前的台海關係 能夠注入一股新的活水 那我想說這一次馬前總統到大陸去 其實他表達三個重要的意涵 第一個 在臺灣在大選之後 那賴清德即將在五二零正式就職之前 那兩岸關係到底是維持一個 什麼形式的關係跟基調 是符合兩岸民眾共同期待的 那顯然和平是變得很關鍵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一定要表達和平 可是和平這個部分 他是很清楚的 那和平為什麼是要和平 因為兩岸關係 大家很清楚的 都是炎黃子孫 都是中華民主 怎麼可能會重新再處在一個內鬥 跟內耗的這樣一個前提 那第二個很重要的 那兩岸關係由於在疫情之後 雖然大家各自都做了解封了 像臺灣方面在疫情之後 基本上也對全世界各國做開放了 那大陸方面在疫情之後 也針對了一百三十八個國家地區以上 做了各式各樣的開放觀光跟旅遊 但是兩岸之間的人員 仍然是無法正常交流 如果人員無法正常交流 怎麼能增進彼此的瞭解 怎麼能夠所謂化解敵意 所以變成說交流 這是一個硬道理 那最重要的兩岸在交流當中 誰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兩岸將來是期待誰 當然是期待年輕人 青年人都是兩岸未來的主人風 所以兩岸交流當中 青年交流又是重中之重 所以我相信馬前總統 這一次想去表達的 大陸方面也正面看待的 第一個兩岸要確保和平 發展格局不勝變 特別處在關鍵性的時刻 要確保和平發展格局不勝變 一定要透過正常 雙向逐次的開放交流 在交流當中 年輕人交流應該又是重中之重 我相信說這三個意涵 剛好是符合兩岸的期待 也符合目前的趨勢發展 當然也達到他應當有的意義 我們還是要聽一下 這個台灣年輕人的心聲 我要請教一下亮儀 對於這個賴清德 他即將要在烏尼上任就職了 那你對於賴清德 新的政府 有什麼樣的期許跟建議呢 期許跟建議的話 我其實自己反而比較考慮到 民生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現在就是有預期 可能電價會漲嘛 那如果油電霜漲的話 我覺得會讓我們的生活 就是看還在讀書的話 會變得更艱難 那我覺得就兩岸的部分的話 我比較難去期待 它會有什麼大開大合突破的作為 但我希望至少就像 老師跟執行長剛提的 能夠恢復我們先前的交流 就像是針對學術交流 不要再用疫情的時候 去檢視什麼必要性啊等等的 就是希望能夠我們開啟一個 就是兩邊互相理解 互相交流的一個時代吧 好接下來請教一下這個陳瑶 對於即將上任的賴清德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他說 我覺得其實這次 不管是馬總統到大陸訪問 或者是傅坤奇先生到大陸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都已經在做求給他 那我覺得大陸那邊也已經有做求給他 我相信反正民進黨想要改個話術 他們的支持者也都會跟誰的話 我覺得他要不要就接下去 因為真的你能夠再跟他們硬碰硬嗎 你能夠硬到哪裡去呢 對 好後面的玉敏 有沒有說話想要跟新的執政黨 執政的賴清德 有什麼話想要對他說 對他覺得以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對他有什麼樣的期許 我覺得其實對賴總統的期許就是說 希望他可以 第一就是讓兩岸可以 第一就是說我們這邊釋出的感染之肯 就是說學術之間的往來 讓學生可以彼此之間自由的往來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希望賴總統可以對於 兩岸政策的論述上 可以有一些更不一樣的路線 可能也未必要走蔡英文的路線 也可能會 可能不用走馬英九的路線 可是他可不可以有自己新的路線 然後並且又是兩岸之間 可以達到新的一個共識 我覺得也是以他任內可以做出來的事 對 就是說以兩岸和平的前提之下 彼此之間有多一點的尊重 然後多一點的對話 對 就是說兩岸之間的對話中 他能不能有不一樣的方向 然後並且是兩岸之間可以達到的共識 我覺得這是希望他可以做到的 對 那志穎對於這個賴總統 有什麼樣的期許呢 我覺得其實剛才講到一個 像說蔡英文路線 馬英九路線 但我覺得賴清德 他其實也有自己的路線 他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那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現在以輿論來說 或大家觀感來說 台獨啊 講到台獨這樣 這很關鍵很敏感 他自己也講了 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就是我們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那如果你說我們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的話 那其實跟對岸想要 就我們這次 這次習先生帶給我們的資訊 就是帶給我們的態度 就是你如果說我們在一個 相同的一個概念底下的話 其實我們有更多的東西 可以去務實的交流 就是像陳如剛才講的 球都已經做給你了 那你想不想要把自己這個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的這個標籤性質 從不好的 從負面的 轉成正向的 我覺得其實是在賴總統 他自己的一念之間 當然他自己也說 想要跟習先生 習近平先生 一起吃 吃真奶 吃雞排 包括那個蕭梅琴副總統 也是想要邀請他來台灣 吃很多的東西 我期待說 當然前面同學會說 可能在他的任內 不會有大開大合的現象 可是我對他期許很高 他要做到他自己 當初想要做的事情 我期待看到習近平先生 到台灣來吃東西 或是我們的賴清德總統 到大陸去 去看看 去走走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 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您請按elle